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寧宗則這個角色 《笑澳江湖》中,寧宗則與岳畢群完全相反 岳畢群是陰險的藝君子,寧宗則是正義的女俠 問題來了,在林平之入華山前 連任我行,封清洋的外人都覺得岳畢群有不妥 寧宗則與他結婚這麼多年,真的完全沒有發現他是怎樣的人嗎? 我們先看看寧宗則是甚麼人 他的正義不用多說,但他亦是一個不喜歡用腦的人 作為華山派副總裁,岳畢群也與他商量過很多東西 例如陶谷六仙打傷令狐冲,陶谷六仙武功明顯勁 寧宗則說,我們如果與他們硬拼,未必就輸 岳畢群解釋,我們兩個打四個,多數都輸 何況是六個,我們輸硬的 寧宗則很心急,問,那怎麼辦?難道我們束手代弊? 有一次,他們討論如何應付左冷閃的野心 寧宗則的建議是,我們聯絡泰山、恆山、恆山 四派鬥一派,我想會有六成贏面吧? 就算輸,我們轟轟烈烈打一場,死就死 九泉之下也不會愧對華山派的列祖列宗 這個六成贏面很明顯是順口說的 寧宗則從來沒有研究過這三派是甚麼情況 總之死就死吧! 每一次,岳畢群想和寧宗則討論 寧宗則是根據直覺,去給一些不可行的建議 結論就是我民心無愧,我不怕死 岳畢群就現實很多了,死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我們死了,左冷閃照樣吞華山派 我們也沒面子去見列祖列宗的 他們兩夫妻其實是有共同目標的 都想光大華山派 但只有岳畢群一個拼命用腦 寧宗則習慣了這種模式,不會想怎樣解決問題 他把腦寄生在岳畢群身上 之前沒發現岳畢群是偽君子,也不奇怪 話說有一次,寧宗則和岳畢群發表著他那些一死了之的建議 令狐充聽到,暗暗佩服 師娘雖然是女流之輩,豪氣又姓蘇薇 這種建議居然會有人佩服,真是我也很佩服 其實令狐充和寧宗則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未必沒腦,但不太喜歡用腦 隨遇而安,不太怕死 不過令狐充遇到陰瑩,一來夠聰明 可以幫令狐充解決問題 二來他覺得令狐充的意願是最重要的 最後肯陪他歸隱山林 其實想想,我們將岳畢群寧宗則的對白 放在郭靖、黃庸身上,完全沒違和感 郭靖又是死就死了 黃庸就想想如何搞定 不過去到最後,黃庸肯放下自己的聰明 陪郭靖一起死,因為他認為郭靖的意願是最重要的 岳畢群小事就肯就一下寧宗則 但遇到大事,他就不會把寧宗則的想法 放在自己的目標上 所以說,一個既聰明又肯幫你想的人 可遇不可求 我們都是不要奢求那麼多 自己用下腦,自食其力可靠的 你又怎看寧宗則這個角色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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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